16加8减肥打卡已经启动 七妈曾有五湖湿海的朋友加入我的减肥大军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七群的姐妹都在积极的打卡 这个夏天一定要逆袭翻盘减肥成功 今天的视频呢还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16加8第二天的食谱 第二部分呢还是我老公剪掉大不难的三餐食谱 来吧 上菜 早餐来了 韭菜炒鸡蛋 主食是馒头 这是90克 我们吃一半就可以了 大号不好的可以加上一条青汁和5毫升的亚麻纸油 放在一起搅拌一下 今天早上喝豆浆 黑豆的豆浆和牛奶的热量差着100大卡 优质的脂肪 3个腰果 这就是早餐的搭配 中午我们吃大鸡腿 把皮去了 油脂也去了 打上花刀 倒点料酒去腥 松鲜鲜酱油 松鲜鲜的蚝油 我再放点火鸡酱 我喜欢吃辣的 给它按摩 然后呢 倒上葱和姜 把葱和姜呢 抓一下 最好是抓出汁水来 就搁这个手套给它盖上 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把这炒出来炒出一样 腌好的鸡腿啊 把这个葱姜都剪进去 放点二凉颜料 颜色好看 味道也好 不能太咸了 太咸了不行啊 刷匀按摩 放在空气炸锅里 中午我们吃低糖棉竹米 吃大米饭也是可以的 倒在饭盒里 倒入开水 没过米就可以了 盖上焖15分钟就好了 米饭也好了 正好100克一个人的量 超过水的金针菇 切好的黄瓜 海天凉拌汁一定少倒点 不要倒多了 拌一下 直接吃就可以了 午餐的三大营养素啊 主食蛋白质 膳食纤维全了 开炫吧 晚餐烤的雪鱼丸子 十个剩鱼果 蛋白质和扇子纤维的组合 今天的早餐呢 是一个鸡蛋 一大250毫升的纯牛奶 热两片粗粮吐司 切60克的包菜 放少许的蒜蓉辣酱 拌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中等的苹果 如果你早餐吃不下 可以作为十点的家餐 八颗花生 是优质油脂的补充 我们的早餐呢 需要有主食 有蛋白质和维生素 朋友们 老公的煎煮午餐好了 150克的山色糙米 虾仁炒铜号 黄瓜花生沙拉 我们晚餐准备的食材呢 有120克的小白菜 一袋鱼丸 20克的磨浴丝 这就是老公的晚餐 朋友们 明天见